我今天戴的这个眼镜非常的有没有感觉科技感 不是平时戴的那个黑色的墨镜 大家好欢迎来到乌才说 然后今天给大家开枪这双球鞋呢 其实发布已经很长时间了 虽然今天给大家开枪的是一双球鞋呢 但是大家把它看成一个数码区的开枪 好吧 就今天讲的这双球鞋呢 我觉得更多上的意义是它在科技数码上的进步 而不是这个球鞋本身有多么的令人惊艳 这双球鞋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它是这个星球上第一双可以自动绑鞋带的篮球鞋 我之前其实有买过两双在上海 但是当时是在上海参加SneakerCon买两双 然后紧接第二天头脑一热送观众了 所以一直没有体验 那今天就来开箱体验一下 鞋子的名字呢叫Nike Adapt BB BB就是Basketball的简称 这个是直接拎起来就可以了 这双鞋为什么有名呢 因为1989年有一个电影叫《回到未来》里面 出现了一双自动绑鞋带的鞋 然后过了世界二十年之后呢 Nike就把那个鞋做出来了 它的第一版呢高筒的 做了89双非常限量 相信大家也知道 那其中有一双呢 在香港的加士德还是苏富比拍卖会上 排出80多万的天价 哇 这个鞋就是这样放的 对 就是这双Adapt BB 我们鞋子先放一边看它还有什么其他的配件 这个的话是一个坐充充电板啊 因为这双鞋子是可以自动系鞋带的鞋子 所以呢官方有配一个坐充就把球鞋放了这个有点像体重秤一样的东西上面 就可以充电了 哦 这个好轻啊 这个如果在平台上买的话 可以看到有很多版本 什么韩国版 美国版 中国版 各种版本 这些版本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倒不是鞋子上的区别 主要就是这个叉头的区别 哎 这边还可以撕磨哎 没想到球鞋上也有这种 哇 声音应该在我脖子这里 哈哈 有种撕磨的快感 鞋撑塑塑料的非常高级 哇 这个鞋撑 零售价格应该是2499 还是2799元 人民币 对 你如果拿一个球鞋的价格考量的话 零售价不低啊 你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数码产品的话 其实2000多还可以 还OK 对 毕竟现在一双AJ1 2400你都未必能买得到你喜欢的配色 这还是一双带了马达的鞋子 OK 这就是这双Adapt BB 我觉得我们应该上脚试一下 对吧 先试试怎么开机吧 所以开关机的话 就是按这里 然后应该是两下长 两个箭头同时按 它表示 开机 然后 对 一前一后 一松一紧 哦 有了有了 哇 好紧啊 这个 这么高吗 哇 这是 怎么了 突然开始 它是 它应该是感应到 以为我的脚已经踩进去了 所以它就开始自动调节那个你知道 根据你的脚型来调整 但其实我的脚还没进去 你看 听你听 我突然觉得这双鞋对他们来说特别有意义 就残障人士 你脚穿进去以后 它会自动被你系鞋带 也真的会根据你的脚型来进行一次调节 那你自己如果觉得这个过紧或者过松的话 也可以在侧面调节 看前面的话应该是更紧 柔软度的话 其实还挺软的 鞋面没有那么硬 然后耐克呢 为了这双鞋还出了一个软件 可以能够调节它所有可以自动绑携带的鞋子的系列 它除了这双鞋 还有出一个跑鞋嘛 对吧 将手机放在一只鞋子的灯光附近 想跟我配对 现在将手机放在另一只脚的附近 我刚配的是左脚对吧 左脚OK了 现在右脚 按下鞋子任意灯光完成确认 一切准备就绪 然后选择我的鞋款 下一步 你看left左脚right右脚 然后往上下推的话 就是调节那个松紧度 哇 哇 这干嘛 直接到最松的状态 是吧 最松出的状态 无线充电板 据说还可以充手机 鞋子侧面的红灯亮 就表示说已经开始充电了 这个充电一般充两个小时左右 然后用的话能用两到三周的时间 就你日常的穿脱 松紧 这样两到三周 还可以 这个比手机那个电量要耐用多了 当然这双鞋子 它也会预留一点电量 就是以免你的鞋子到没电了 脱不下来 对 它快没电的时候 它会把鞋子松开来 然后你就可以脱下 这么大一充电宝 冲上了吧 OK 那么这双鞋子 其实它的更多的意义在什么 我觉得是科技的进步 技术的革新 给人们带来的便利 那 你说它实战效果有多好 那这双鞋的全掌没有起电 就是EVA中底 然后中底还加了一块电池 它的脚感能好到哪里去呢 虽然已经跟那个 Adapt那帮高帮比起来 那个像靴子一样 马蹄一样重的高帮比起来呢 已经是变得轻便 而且 易用性和实着性上好很多了 因为我们知道你像 很多那边球员 都有穿那个球鞋 直接上场打球 所以说明它现在 已经可以落地实战 然后实穿了 但是 还是有很多不禁为人的地方 后跟这几个彩色的斑点呢 其实也就是一个装饰的作用啊 它没有实际功能 拍这双鞋子前 我也在网上看了看大家的评价 好像很少有人评价这双鞋 可能因为大家觉得太贵了 所以就买的人比较少 然后再一块的话 就大家觉得这些没必要啊 是觉得人是有多懒 才会穿那种 来鞋带多懒的绑 去买这种鞋子 如果你觉得这双鞋子 还不好穿呢 我觉得一方面原因 是因为这个东西 它本身是一个新兴的事物 对 但至少它是在进步的 你们看两三年前出那双高筒 然后再到后面 我们知道又出了一个低筒的跑鞋啊 售价4999 我应该没记错吧 再过两年呢 出了这样的篮球鞋 零售价2499 然后再往后推 今年呢又出了一双跑步鞋啊 那双跑步鞋更便宜 所以其实 科技在一点一点进步 但是它在刚出现的时候 价格一定是非常高的嘛 对吧 就像大哥大 20年前还两万一台呢 你现在那晚上值多少钱 几百块钱就能买得到 有很多的残障人士 或者手脚腿脚不方便的人士 如果他们能有这么一双鞋子 OK脚穿上去之后 不用系鞋带 不用弯腰啊 就能够鞋子自动的 智能化的调节到 你想要的那个舒适度的话 我觉得哪怕只对这么一小部分人有意义 它就有意义 对吧 然后对我来说的话 我自己我觉得啊 我之前节目里也说过 我就是一个被球鞋耽误的数码去up住 当时如果不拍球鞋开箱的话 我又去拍数码开箱了 所以这个鞋应该几乎是唯一一双体育品牌 跟智能化结合的一个 一个尝试吧 科技发展本来不是因为 现在生活不好才会进步 而是因为现在生活很好 但是可以更好 所以科技才能不断的进步 然后就是我今年买的第一双鞋 哇 今年上来就这么贵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如果你喜欢的节目的话 记得下方订阅一下频道 好吧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